各位玩猫的小伙伴 是不是有这样的疑惑 哎呀 明明知识卡卡片描述功能都很强嘛 但是在卡上场之后 就分分钟被老鼠吊打 为啥呢 为啥为啥 那还不是因为你没搭配好 朵尼推荐 最强阵容 鸡鱼或者猛攻 加细心加暴怒 加猫事业题 喜欢到处陷陷阱的猫友们 可以带鸡鱼或者猛攻 加细心加脚架 加补兽夹 如果对自己准度有担心的猛心 可以把捕鼠夹换成长爪 习惯卡奶酪的猫友们 可以带鸡鱼或者猛攻 加细心加巡逻加恐吓 能够有效的限制老鼠配奶酪的时间 这三种猫的搭配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 可是网易游戏里 哪有这么好的事呢 支持卡都是缺东小西的 那飞球猫友们应该怎么带呢 首先推荐单卡 恐吓 手奶酪非常好用 一级效果就不错 根据大神测试的数据 带恐吓 老鼠与奶酪的速度 会降低50%到70%左右 前期能很好的压制 推奶酪的时间 毕竟推得越久 老鼠失误的可能性越大 也比较适合汤姆 二级被动能抓着老鼠普攻 顺便打出恐吓效果 阻止推奶酪 适合黑猫 猛猫 汤姆 这类有守奶酪能力的猫咪 比较新的猫友们 可以试试春风得意加铁手 春风得意能够提高 移动和跳跃速度 铁手能够延长老鼠挣扎的时间 铁手进度能测试 一级铁手延迟2秒左右 三级后是8秒左右 很适合萌新找不到火箭的使用哦 长爪这张卡争议比较大 慢机加了10%的攻击范围 加上猫的攻击都是扇形的 攻击范围也很可观 适用于所有猫咪 对空刀的萌新来说 是极大的不利啊 很实用 但高端局一般不会带的 看朵妮视频的 有大神吗 举个手 让朵妮看一下哦 如果空刀比较多的猫友 其实带他不亏 猫咪阵营费卡还是挺多的 下期我们来说说 哪些看上去很牛 实际很鸡肋的猫卡 朵妮推荐的卡中 你有几张呢 快来评论告诉我呀 关注朵妮 带你玩转猫和老鼠 爱你们哟